词曲 李宗盛 未来的城市 提许搭配酒鲜 感梦也感闯 梦想尽重破海 飞飞起来 不知名的未来 最最精彩 大步走爱上来 还留下一个我 大步走爱上来 等着你天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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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这人是谁了 这是 三十 对不起 刚才谁在喊啊 怎么了 宝宝 别别别别 行了 行了 我错了 我错了啊 都是我的错 让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再过两天我就打发他们走 好不好 你再忍一忍 再忍一忍 别上去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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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得忍几天 你听二姑说什么了吗 说我不怀孕他们就不走了 那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今天又联包 又洗这个洗那个的 我手都起碰了我 我 我 我想要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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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我错了 我错 都是我的错 有什么愿意 你帮我身上撒 我身上撒有什么用 行 你听我说啊 他们呀 就说说而已 你别害怕 别乱 没事 没事 这样 咱们赶紧睡觉吧 明天还得上班呢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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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好 哎呀 来 我包 哎呀 哎呀 老伯 你看今天的月色 多美呀 哪有个月亮 怎么 夜色 这良辰美景 咱不能浪费了呀 咱俩可好几天 那个什么呢 你疯了吗你 这玩意儿客丁上水晨三声 隔壁水晨大咕二咕二声 不得听你啊 没事 我保证啊 就外边敲锣打鼓 他们都听不见 来吧 安全措施 什么安全措施 一次两次没事 我有数 妈来吧 你说我在家 我吃个饺子 也被嘲笑半天 洗碗 刷碗 刷锅 这些活儿 我 我干这些 我没有怨言啊 给他们明明安排好了房间 不去住 明明可以住酒店 非得那么多人挤在我家 我半夜去上个厕所 我都没法上 我去喝口水 我都得被他三声给吓一跳 我现在想想啊 我跟你说 我一个头两个大 我在那个家里 现在是个多余的人 不对 我是佣人 佣人 他们也太过分了 知道什么叫尊重人吗 姐 你这谈恋爱的时候 你都没看个清楚 他们家什么样情况啊 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跟王闯挺好的 王闯也挺好的 对不对 王闯人又好 又善良又可爱 对我也好 还会才艺 还唱歌还特别好听 我单是知道 他家里人事多 但是我不知道事这么多 而且太不尊重人了 太气人了 我觉得 结婚一定要门当户对 我说那门当户对不是 不是指钱和地位什么的 一定要精神层面的相似 你看王闯这家人 现在跟我们家人 根本这项方面差太远了 行了 别再有天油加粗了 我觉得你没必要胜感胜线的 其实想一想 人家是一家人嘛 关心一下王闯也很正常 那么长时间没见了 一来 就把注意力放在王闯身上 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那么对你 有可能是觉得 你已经过门了 你也不是外人 是一家人 哎呀 反正就来个几天嘛 忍一忍就过去了 忍忍 忍忍就过去了 大姐你说得太轻巧了 关键你想得也太简单了 你知道吗 这个根本就忍不了 换作是你去家里待两天试试 关键是他大姑说了 要登门拜访 还敢上我们家来登门拜访 不见 不见 不见怎么可以 上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闹得很不愉快 这次人家是主动登门拜访 怎么可以拒绝啊 你得为你今后的生活考虑 不能为难 枉闯 我是觉得咱们不仅不能不见 而且得热情接待 热情接待 凭什么呀 说得有道理 葳葳 当初你决定嫁给王闯 有些事情考虑得不够全面 既然嫁过去了 就要面对王闯他们家的一切 是到了补上这堂课的时候了 热情接待 凭什么呀 我不想接待 我也接待不了 对啊 凭什么呀 不接待 真是 你俩别认真勾气了 行不行 你现在应该很清楚地要明白 以后把一家人拢在一起的重担 是扛在你肩上的 你别没心没肺了 大姐 这句话说得对 薇薇姐 以后你们家 绝对必须是你当家做主说了算 你当家做主啊 当家做主啊 知道了就好啊 那你们赶快收拾吧 我有事 之后就出门了 是自从小玩家做主啊 不开心的 是自从小玩家做主啊 有点不复权的 我都知道不是 你还想过去的主啊 我还想过去的主啊 好 许致 欠了没有 还没呢 我说了 你别来了 太麻烦 我一个人可以搞定你嘛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老板呢 还没来 什么 这都几点了 太不考虑了 走走走 别别 别啊 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再等一会儿吧 进 别来了 老板 许小姐 不好意思 咱们今天这合同签不了了 什么 为什么签不了了 您不是那位主持人叫雷达对吧 是我 是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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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小姐是您的朋友 是的 老板 这合同 为什么签不了了 那个 今天呢 有人出高一位的价格 买下了这个酒吧 那如果您想买的话 要高于这个价格才行啦 不是 老板 您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在这里等着你那么长时间 您一来 就坐地涨价 咱们之前已经说好了的 我和你说好什么了 怎么就不能涨价了 人家愿意多出钱 就是多一份情意 我还能拒绝啊 再说了 这股买卖都是价高者得 我还真没见过 谁和钱有仇呢 那你这样太不讲信用了 许致 老板说得有道理 来 老板 坐坐坐 来 请坐 请坐坐坐 坐这儿 坐这儿啊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老板 贵姓 没贵姓 邓 邓 邓老板 你看 不管怎么说 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您能不能通融通融 价钱好商量 当然嘛 商量的意地也不是没有 我也不是那种 不通情理的人 买卖不成 人也还在呢 再说之前我也有和你说好的 要不这样吧 如果你们真心想买 也不要再出高的价格了 我们只要出了跟前面那个一样 我一有牙我就给你们了 怎么说到跟你自己还吃了亏一样 邓老板 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价钱再便宜点 真的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我这已经是忍痛割爱 真的不能再这样了 我没那么多情 所有心在这儿 雷达主持人不是你朋友吗 大明星 人家不差那点钱 你可以跟他借啊 你 不然我也没办法 人家那边还在等着我去签合同呢 剩下的钱我出 签 好 好 等 等 等 过来 过来 干吗呀你呢 好多钱拿着 有一个自己的红酒会所 不是你这么多年的心愿吗 是心愿也要量力而行啊 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多不多我说了算 多不多我说了算 我都不嫌麻烦 雷达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咱俩不合适 不是你不好 是我配不上你 你应该找一个 比我更加适合你的人 咱俩不能再这样下去 你别自作多情好不好 你别自作多情好不好 我又不喜欢你 我们俩就是好哥们 好哥们 是啊 我有闲钱 放着也是放着 我正想找点副业 这钱 不算我借你 算我 入 以后 这红酒会所 你是经理 我是副经理 凭你的专业才华 和我的名人效应 我就不信 咱哥儿俩赚不到钱 你 你真的这么想吗 那还要讲啊 你想哪儿去了你啊 现在 我们就是单纯的合作伙伴 邓老板 好 请坐 好 那合作带来没有 带 带来 带来 切 在这儿呢 在这儿 好 来 给你一会儿 来 一票做背包 青春就像 公路电影冒险又开场 好 这儿还有个方法 行 那现在开始 这个酒吧 就是你的了 恭喜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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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 小雷啊 你真的要搬走啊 你当初不就是看好大妈这小阁楼 才租的吗 你看 你自己设计 装修 花钱 完了这没住多久就要搬走 花了那么多钱 那多可惜啊 大妈 这你就不知道了 我这个人啊 没长性 住一段时间没新鲜劲了 我就得搬走 不然我这心里头堵得慌 小雷啊 你就少骗大妈了 你不就是最近工作上出了点困难 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妈是最清楚了 再说了 大妈也不急等着用钱 你要是啊 一时走转不开 大妈还可以给你宴写日子 这样不是也可以吗 大妈 您的心意我领 我现在的情况是 工作室停工 靠倒贴前来维持 刚又把积蓄 拿去帮一个朋友的忙 这延 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了 你们老两口每个月都得 看病吃药得花不少钱 这房子租出去 能解决一大块问题 我哪能 再给你们添麻烦啊 再说了 我是雷达 我又不是没地儿住 您啊 就甭担心我了 你看 你看你说的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帮助朋友 你这肯定不是一般朋友了 这东西啊 我今天就搬走 房子您随时可以租 小雷啊 那大妈就祝你好运吧 谢谢大妈 谢谢大妈 租住 我的多少钱啊 八块一毛一 先生 你加多少啊 不好意思 不加了 老马 你说这车还能修好吗 没问题啊 这个垫条我给你搭上了 我再把这个钢条紧一紧就行了 你轻点 千万别给我弄坏了 你信不着我咋的 小子 你给我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缺钱了 我怎么可能缺钱呢 你就不骗我了吧 就你那事弄得公司都停了 你哪来不进香啊 我有损款啊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就甭担心我了 行啊 你缺钱就跟我说 我那个养老金呢虽然不多 但是也能解解你的燃眉之急不是 我呢 这一半口也还死不了 对 也不着 你别这么说了嘛 这钱您先存着 我需要的时候就给您要 好吧 行 就别给我太客气了 你呢 也别太上火 这俗话说得好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属猫的 有九条命呢 你就放心吧 得嘞 这不行了吗 好了 马马 马马 你真行 走吧 多谢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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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门 你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来 大伙 不好了吗 好了 咱们走 咱们走 走走走 小薇啊 您先出去了啊 好了 走了 您慢慢收拾啊 你先走 先走 先走 赶紧洗出来啊 赶紧洗出来 我来 再忍忍啊 放心 我赶紧把他们打发送 一会儿你不用干了 我叫一个小薯公过来 这小薯公不好钱 跟我老婆比钱算什么呀 别把我老婆累着 瞅啊 你还得 暗白 我响 我当时 我们来看看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我 一会儿呢 我要在你这儿会见一位 非常重要的客人 把你这儿重新给我布置一下 没问题 这边请 老公 脱 которая给你 什么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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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咆哮 咆哮 啊 跟我都还嫩了点 不好意思 先生 维修间暂时封闭了 请您晚点再来吧 你不说我还以为走错地方了 怎么弄成这样了 这位是罗世雄先生吧 对啊 我是 你谁啊 我叫雷达 吴依诺委托我来办理修车的事 雷达 这是手续 你该不会是那个主持人吧 这么说 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我不管你是雷达还是火箭的 你把吴依诺给我叫来 我要见的是吴依诺 吴依诺今儿不来 我什么都不修 不好意思 吴依诺出差了 来不了 今儿 这事你只能跟我来 他出差 他上哪儿出差去了 你告诉我 我现在立马踏下飞机把他接回来 还真是土豪啊 还飞机 不过你有钱也没有用 吴依诺已经全权委托我了 你要是修 咱们就快点处理 你要是不修 那我就走了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雷主持喝咖啡 我让你上咖啡了吗 我端下去 骆少爷 他不是您那位尊贵的客人啊 你哪只眼睛看着他像我客人啊 你 你还孝顺经理呢你啊 你会不会看人 他还一看就是个 不是 哥们 你到底谁啊你 你跟吴依诺什么关系 这位胖哥们不瞒你说 我说我是吴依诺的大姐夫 大姐夫 咖啡 姐夫您喝咖啡 这个 咱这真是大水冲着龙王庙了 这不是吗 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这还 这少许 这 给姐夫办一下 车修王 那个 姐夫 刚才让您受委屈了啊 一会儿我设宴 我向您赔罪 您想吃点什么 我现在就让我管家去订餐厅 你看我这急得 我还没正式地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我是那个 我喝咖啡的时候 喜欢安静 安静 我就说了 不用买这么多东西 你必须得买的啊 你不懂 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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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回事 许文 这咋回事啊 许文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赶紧给许文打个电话 这咋回事啊这个 这东西通了没有啊 打电话 打电话 报警 报警 行行行 我先给许文打个电话 什么情况这是 许文打回事 许文打回事 打通了没有 有没有许文打回事啊 怎么说 没事 我估计啊 是许文找什么东西没找 稻子弄得这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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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没找着 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就是 太不像话了 大姐 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啊 你看我们家晓晓 肯定受了不少委屈 就是 就是 真的是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太不像话了 这都不像话了 没有 那个 二姑 葳葳平时不是这样的 什么平时不这样的 平时不这样的 现在这个样子 那她到底对咱什么意思啊 我看哪 分明不就是抗议了吗 就是 就是 看着就是 行了行了 刘晓 你也不要再替你媳妇说话了啊 她们什么样子 我自己看得清楚的 现在啊 我们正好要到她岳父家去 把这个事情理论一论 走 现在就去 别别别别 徐薇啊 先回去了 这样 今天挺累的 咱歇一会儿 那咱明天去 行不行 正好 媳妇在家 我们正好去她们许家 把这个事情理论理论 就是 就是一个女人不会持家 多半跟她的家庭教育有关系的呀 就是 你看您别上纲上线的 不是上纲上线啊 我跟你讲啊 这你大姑跟人家说好了 我们大家今天去的嘛 对对对 那我们不去 变成我们不讲修了 那这都不可以的 再说了 明天我们要坐火车走 没有时间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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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现在就去 赶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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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赶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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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赶紧啊 快 快 快 雷主持 手续都办好了 非常感谢 欢迎您下次光临 姐夫 我还没正式介绍我自己呢 我是那个 你这个胖小子还挺可爱 我是跟你明说了吧 吴依诺呀 他非常讨厌你 作为他的姐夫 我有义务警告你 以后离我们家英文远点 不是 姐夫 姐夫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记住 以后离我妹妹 越远越好 绝会的小干事 挣不了多少钱还涨能耐了 在家里边藏私房间 你把王闯叫了 我跟他谈谈 您就别唱和了 把他叫来 您只会教训他 薇薇 你先别着急 王闯这么做吧 我想应该有他自己的原因 一会儿人家全家人都来了 你先消消气 稳住啊 听听他们怎么说 千万别吵架 自作自受啊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天天为这个家精打细算 他倒好 他藏私房钱 而且藏了那么多 我跟爸爸都理解你 你先消消气 今儿个怎么个也算人家 登门拜访 今天就不提这个事 等他们都走了 我跟爸爸跟你一起 再好好负负王闯 怎么回事 行不行 阿杨 来了 稳住 稳住啊 大姑 二姑二婶 来来来 欢迎欢迎 来了 来来来来 里边坐里边坐 来吧来吧 来来来 坐坐坐 来大姑坐 好好好 谢谢 您是二十三十 二十 二十一坐 坐坐坐坐 三十一坐 好嘞 好嘞 你看来就来吧 还拿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老婆 我错了 听我解释 解释 解释什么解释 为着我藏私房钱 喂 真是劲儿不跟我往一处使的呀 你这叫背叛你知道吗 王闯 小点声 外边那么多人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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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做也 也是有原因的呀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你平时管钱管得那么紧 我能这么做吗 我管钱管得紧 我管那么紧 你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早就想来了 但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 这个你也知道 我们家呀是做生意的 这个平时生意忙 抽不出来时间 这次啊 是他奶奶发话了 我们四个呀 就把这生意一放 这不就来了吗 把生意放也少挣不少钱是不是 来了几天了是吧 对对对 还习惯吗 习惯 习惯 挺好的 挺好的 尤其是看到我们床啊 和你们家许葳 他们小两口啊 很恩爱 所以啊 我们也很高兴 很高兴的 对吧 对对对 我知道你为家里好 那我也是个男人啊 我平时 在单位我也需要 应酬啊什么的 我这 我又不能每次都管你要钱吧 是吗 刚结婚的时候 跟我说 夫妻两个人要毫无保留 到现在不好意思帮我要钱了 你这是厌烦了吗 变心了吧 别别别上纲上线的啊 怎么就变心了 怎么扯到变心了 徐薇 我对你的感情你清楚吧 我不清楚 我一点都不清楚 我只知道这几天 你家人和你合情回来 欺负我 骗我 我怎么欺负你了 怎么骗你了 要是你平时管钱对我那么苛刻 我能这么做吗 吵吵闹闹 恩爱 恩爱 奶奶身体还好呢 奶奶身体硬朗着呢 很好很好 她呀 不比我们几个身体差呢 您怎么样啊 也身体好吧 我 我还好 来 来 来 尝尝 这是我们本地的茶啊 肯定不如你们男朋友 都好的 都好的 来 喝啥 喝啥 好 喝啥 行 行 行 我 我就擦点私房钱吧 这是什么大罪啊 不是什么大罪啊 不是什么大罪 是罪无可赦 无理取闹 可赦你一点错误没有是吧 那你跟着我说要干什么呀 都是我的错是吧 我怎么无理取闹 我有什么错呀 我怎么错了 你要不这么苛刻 我至于藏私房钱吗 这只有一嘴巴这么热 你吼我 你在我家吼我 你俩干嘛呢 这么大声音 外面听得一惊二蠢的 家长全在外边 有你们这种吵架的吗 一点都不懂事 先出去吧 有什么事 回头再说 葳葳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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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身体也挺好的 你这儿 闯啊 你这一来就去找你媳妇 这也不先给你岳父打声招呼 在家还没跟媳妇腻外够呢 这 这没礼貌啊 都好的 都好的 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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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吧 恩爱 是 是 这个亲家呀 你看这俩孩子啊 离我们呢 都比较远 我们呢 也照顾不到 是 多亏了您呢 就是费心照应着他们点 是吧 那倒没有 平时他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我也很少管 您这倒是挺放心的 要教我说呀 这 这孩子啊 他不像以前的孩子了 你知道吧 这想两口过日子 他不会过 你这 您呢 还是得多照应着点 就是多教育着点 这样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他们这儿 过得挺好的 他岳父啊 您 您瞧瞧 您 您说这个话 就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是的 我跟你讲啊 现在的小年轻 两口子过日子 那可粗糙的 就好比这个厨房 我跟你讲 什么焦料都没有 对吧 还有这个家里的卫生啊 那也是乱七八糟 我知道 您 您夫人走得早 是吧 那个 但是这个孩子的 教育问题 一定不能疏忽啊 这个卫生意识 一定要提高起来的呀 不会做坏 不打理家务 这事还都怨我吗 不是 他 他二伯不是 那个意思的呀 就是给你们一点建议嘛 对吧 对对对 这不是也是为了 两个孩子过得好吗 对 是 是 是不是呀 对吧 想让他们两个过得舒服一些 对吧 平时多照应着一点 给他们一些帮助 毕竟这个持家过日子 它是一门学位呀 它也不是天生就会的 您教育这点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说了半天是嫌我们家许巍 不会打理家务嘛 这亲家 这不是咱们嫌不嫌的事 你知道吗 这个事实就是事实嘛 对对对 可不是嘛 我们呀倒也不是嫌弃 但是过得不舒服 可不还是他们 小两口的事嘛 就是啊 这话我不同意 日子过得舒服不舒服 不在于会不会做饭 会不会打理卫生 我倒觉得两个人过日子 最关键的是坦诚 两口子之间 如果没有互相信任 这日子就过得不舒服了 这什么意思啊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你们家王闯 背着我们家许巍 偷藏私房钱 一藏就是三千多 这你们不知道吧 闯啊 闯 怎么回事啊你 大姐 你说孩子干什么的了 而小闯 从小到大是什么样的性格 你还不清楚啊 他怎么可能 无端端地干出这种事情啊 我说秦家公啊 你这话说得有点太难听了 什么叫藏钱 你怎么这么 这么说我们家闯的 那不是偷藏是什么呀 藏私房钱还光荣了吗 我跟你讲啊 这个事情发生完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家小闯从小花钱 那是从来都不受委屈的啊 这个事情肯定另有原因 我觉得吧那肯定是结婚以后 这个葳葳姑娘 管我们家闯的钱 管得太厉害了 就跟管贼一样 逼得我们家小闯没办法 只能自己偷偷摸摸 攒点私房钱了 你们家王闯藏私房钱 还赖我女儿许葳吗 我这不是赖你们家许葳啊 是你非要说什么 坦诚要信任嘛 对吧 那要说信任的话 真信任 那我们家床也不至于 画个零画钱 还要自己偷着藏着椰子了 要 要说不信任 那肯定是你们家 微微不信任我们家床 那倒不是我们家床 对你们微微不够坦诚 这是拉偏价呀 互读的也不能这样啊 你们也是结个婚的人吧 你们都有丈夫是吧 如果你们的丈夫 背着你们藏私房钱 我问问你们 这算不算是一个好男人 哎 亲家 您这话说得好像有点骂人呢 就是咱们家王闯 哪不像男人啊 哪不像个丈夫了呀 不是呀 我看哪 要是你们家许葳呀 就是媳妇当的 可有点不正直呢 对吧 您看看 结婚都多久了呀 这个肚子啊 还不比您的大呢 可不是嘛 这现在呀 也是碰上好时候了 这要是在过去 不能生养的女人 可是要被修掉的呀 我这还谈到 就媳妇的证了 我们家许葳有什么毛病啊 这 有有 这 这话说 你这怎么说话的 不能这么说呀 我看明明就是 你们家许葳有问题了 还非要赖上我们家小丑 你女儿有问题 还不让我们说了 她比我们家小丑 可大着三岁呢 生理计能出了问题 那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就是呀 大三岁 小三岁 生孩子不生孩子 这跟年龄没关系 治你们家王床有毛病 你看那小身板 我现在每天逼着她锻炼 还给她弄进补的药 我天天给她熬中药喝 亲家公啊 你这怎么头疼一脚呀 对不对 你这个还给我们床 喝那么多的中药 喝出问题来了 那谁负责呀 对不对 这药不能啊 这 要叫我说呀 其实就是你女儿有问题嘛 对吧 你不要不承认 你现在给她喝这么多中药 把她喝坏了 然后就栽赃家伙 到我们床的身上来 对不对 你们女儿要是有问题呢 就赶紧去医院看一下 大姑 我知道你比我更爱她 谢谢你含辛如苦把她养大 教导她指数大力 自信不佳 让她坚去美丽与才华 我以后回家被更爱她 再努力生个外孙陪你玩耍 这城市热闹喧哗 真真假假 我是全家敏锐的雷达 喝下这杯盖口茶 请你放心吧 她的未来就交给我吧 不管会有多少 风吹雨打 我都会好好照顾她 喝下这杯盖口茶 教你一生吧 家里的事都交给我吧 我会陪她走遍 海角天涯 世界知道我们是一家 我以后回家被更爱她 我以后回家被更爱她 喝下敏锐的雷达 喝下这杯盖口茶 请你放心吧 她的未来就交给我吧 不管会有多少 不管会有多少 风吹雨打 我都会好好照顾她 喝下这杯盖口茶 教你一生吧 家里的事都交给我吧 我会陪她走遍 海角天涯 世界知道我们是一家 都会不会遏 我会陪她 新鲜的路由 小葬 请不吝点赞